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酒吧新闻台每周晚上八点播出的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书 看哪本书呢 其实我在我个人蛮喜欢历史的 我在脸书上也常常写一些历史故事 但是我在电台的广播里我很少讲历史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本非常特别的书 其实这本书比较不算是正史 我们讲正史呢 就是可能他谈的是的一些 我们讲跟政治有关的东西 然后以官方的比如说 就是史书为准 那这种书籍呢 其实在研究宋代或者研究唐代 各种中国过去的朝代的这类型的书 都还有 但是卖的不好 一定不会好嘛 谁会对 尤其你说唐太宗的时代 是可以看啊 但是对这个有兴趣的人毕竟不多 能不能卖个三千本都不知道 那么但是呢 其实在研究历史当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庶民史 我们讲庶民史就是 大概 我们讲这一类型的 在这个朝代里面的民众的生活 或者社会上 经济上 文化上 当时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如果说跟当代比较类似 我们待会会来聊一个 非常有趣的朝代 跟现在比较类似的话 我们常常会有一种 很熟悉的感觉 原来历史跟文化 是具备有连续性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今天要来谈一个 有趣的历史书 那这本历史书 它当然建构在史学上 宗教史上 文化学上 人类学上 都有它相关的 有趣的观点 那我们今天 就来看这本书 这本书叫做 宋代读书人 与他们的鬼 各位 这本书里面谈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叫宋代 所以各位 宋代包含 北宋南宋 其实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还没叫 我们还没叫今天来宾 但是我这个要碎碎念一下 现代的小朋友 我一次问他说 秦朝跟清朝哪个在 比较早 他要想一下才能回答 唐朝跟宋朝哪个比较早 要想一下 唐宋八大家是谁 完全不知道 这个我觉得其实 好啦 无所谓 反正有人分不清楚 那个墨西哥在南边 还是加拿大在北边 是不是 所以OK 只是说 宋代 北宋跟南宋 读书人 读书人呢 我们讲的当然是 当时的世子 就是念书的这一些人 那为什么专挑读书人 待会我们当然可以问一下 作者 这一定有他的意涵在里面 为什么不讲是皇帝 大臣 为什么讲读书人 再来他们的鬼 他们的鬼 鬼啊鬼 就是这首歌 某鬼中的天使 我不知道 我们企划为什么选这首歌 但是 他们的鬼 我们讲的是鬼 那鬼神观 其实在过去的庶民史来讲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从商代开始 商代周朝 往后延伸 那有些朝代非常 像商代非常重视鬼神 那么往后 其实我们到了宋代 宋代其实跟近代 非常的类似 而且非常的繁华的一个朝代 那么 他们的鬼到底在讲什么 好 我今天已经占了太多时间了 我们先来要求我们今天的 来宾蔡宗颖 蔡老师 蔡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这样子啦 好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你 我看简介 其实 您非常有趣 你喜欢旅行 研究鬼怪哲学 然后你曾经在 餐饮学校教书 餐饮学校教书 教什么 教宋代饮食 社会科学跟英文 其实老师 我觉得你可以去教 宋代饮食 真的 我们讲宋代饮食 比如说那个冰 宋代人是吃冰的 宋代有刷冰 对有刷冰 包括踢足球踢马球喝茶 喝茶汤 对踢马球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宋代高层流行的踢球 当时的宰相 铜冠 这些人都是 好 那你曾经管理过青年旅馆 为什么去做青年旅馆 做青年旅馆其实是想要一个生活的不同的体验 刚好朋友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管理在青年旅馆 其实青年旅馆 在哪里啊 那时候在大安站 大安站 有趣吗 其实蛮有趣的 其实就跟这些故事里面中的旅客一样 旅客之中身上都有非常多的人生故事 你会跟他们聊天 我在青年旅馆工作就是聊天 每天都是聊天 那后来你现在在咖啡店 曾经在咖啡店 现在在国立台北大学的地方学的研究中心 叫海山学 海山学 海山学 其实就是山音速途 板中涌 新北市整个区域 地方史 地方史的研究 地方史 我之前曾经想过说 板桥 为什么叫板桥 是不是 各位听我朋友很多都不知道 那为什么这个阴哥为什么叫阴哥 插播一下为什么叫板桥 为什么叫板桥 这我不知道 但是阴哥为什么叫阴哥 他其实是 他的故事是郑成功其实曾经到过阴哥 然后到阴哥的时候 他们被大雾给困住 然后郑成功那时候竟然有大炮 他这样说下面炮打 雾里面随便打 一打打中了雾散了之后 才发现前面有一个怪鸟 就是那个阴哥时的鸟 所以现在你看阴哥时 你会看到他只剩身体而已 据说那个大鸟怪鸟的头 就被阴哥 就被郑成功给打下来了 OK好 比较特别的是 阴哥的对望有三峡有一个渊山 他们两个都是怪物 两个都会腾晕吐 是 郑成功时代还是有很多的鬼怪故事 好 那我们简单 我们现在只能先简单讲一下 我们因为待会要 待会大概 只在六分钟我们就要休息了 所以我先请教你一下 为什么你会研究宋代呢 为什么要研究宋代 其实宋代 我觉得它是一个转变点 因为从过去的 我们说唐代 唐代的那些中国 那些中国的文化 其实它跟现代的不太像 其实宋代人的饮食生活习惯 起居坐卧 都基本上在宋代就奠定 包括我们做桌子 我们家做高椅 这跟佛教有关系 大家觉得说唐代好像 从十二崇拜道教之外 唐代佛教也非常兴盛 宋代的佛教 难道宋代佛教衰弱了吗 没有 宋代的佛教更是兴盛 其实在这像我们看的宗教文化 他不是一朝新一朝衰 一朝新一朝衰 他有的时候是持续的往上升 我们过去可能自乱兴衰那样的看法 可能就会有一些修正 宋代人的生活有趣 你在宋代你在汴京的时候 你除了有洗澡去 然后喝茶 你要洗澡你要喝茶 你都有各式各样的享受 宋代的洗澡 你今天到中国大陆 北方还有一些 大概都是大澡堂 你今天就到日本洗那种澡堂 其实他反而是比较像宋代人 对 宋代人的洗澡是 甚至是把大家都拖去洗澡 不然会洗料理也是 洗是 扮桌的文化也是 对 你今天要吃扮桌 大家一起围在一起 唱歌喝酒 这个是宋代文化才好的逍遥 所以老师你什么时候 对宋代开始有兴趣了 其实我大概在大学的期间 我就觉得 为什么宋代那么特别 他甚至是 刚刚老实说刚开始 我是很好奇那个 岳飞的墨旭游到底怎么来的 然后走着走着 后来发现一些宗教文化 艺术 这些其实很特别很有趣的 甚至是等一下可以来说 宋代的开国 赵宽英开国 跟佛教特别有关系 这个是非常有缘的 所以其实宋代它是一个 我们讲说 衔接等于中古到近代 中古到近代的一个转捩点 一个转捩点 然后宋代尤其它是中原文化 它不太像是 应该说它是比较偏中南方 南方为主的文化 到后期主要是变 变变是南方的文化 特别到宋代的时候 其实我们说欧洲的大航海时代 到15世纪16世纪那时候开始 宋代的时候大概是 2世纪11世纪 它其实等于是 中国的大航海时代 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 宋代就是一个什么呢 你看嘛 反正都打败仗嘛 从辽国 金国 到后面的元 蒙古 蒙古 反正都输 然后就是求和 就是屈辱 然后最后面 中间还来一个靖康词 游位学 是吧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个 这个所谓的宋代 一开始就觉得它是一个文质 低于武功的时代 没错 而且是强干弱枝 中文轻武 中文轻武 抑制这个地方 地方的中央 对 但是问题 中央整个这个禁军好像也不太行 打仗也不太行 所以其实很多人对宋代印象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想这个待会我们会聊一下 军事不见得不好 政治也不见得不好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比如说谭冤之盟 大家都觉得这很烂 但实际上真的还好 其实真的还好 而且特别是它可以维持一百多年的和平 对 宋经和平 这非常非常重要 对于国库那只是千分之一的收 那是千分之一的支出而已 没错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回来来聊这本书 叫做宋代读书人与他们的鬼 欢迎回到酒吧新闻台的吕秋元的时间 我是吕秋元 那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跟蔡老师在聊 宋代很多有趣的一些习惯 其实各位如果有兴趣 老师东京孟华路这本书 它是不是本身其实记载了很多的 就是东京嘛 东京就是当时的变经 当时的变经 变经的这个 变经的庶民的生活 包括夜市 其实除了是夜市之外 还有网子 一些看戏的地方 今天来说就是西门町电影院 你要去哪里看的指南 全部都在那本书上 还有是一年的时间 那个怎么过元宵 他其实都有写 宋代人过元宵 那东京孟华路就写到 还会引子孤神 所以今天来说就是晚叠仙 宋代人对这个宋代人来说 这是他们日常的生活 是清明上和图 也可以看出来一些东西 清明上和图 他其实是有时序的 从右到左 你要看故宫 故宫那个版本 他会比较完整 他就是从早到晚 从早到晚你可以看到他一天 宋代人怎么过 那老师你为什么会想写读书人 因为其实为什么想写读书人 因为其实就回到 今天我们看到那些资料 包括东京孟华路 全部是读书人写的 可是宋代的读书人 他们开始流行一种特色日 他们会写笔记 而且会是详实记载的 然后再相对于是 朋友跟朋友之间日记 比如说他们会帮朋友们制造他的文集 他可能过世之后 把他不同的文章给记录起来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宋代人的日常生活 这跟他的时代的氛围有关系 人人都是史学家 如果这样讲的话 其实读书人他会写 他会记载庶民的东西 他们的差异会很大吗 当时的阶层来讲 当时的阶层来说 差异确实还是很大的 可是我们说宋代的是 他比其他朝代更特别的是 社会的流动也比较高了 而且是不同的 我们说市民的市农工商 其实宋代人不太歧视商人 我们有一些误解说宋代好像不太重视商人 没有在宋代南宋的一个家训 叫原事示范 他说我最好还希望我的子弟们去读书 可是他真的考不上 没有那个资质怎么办 到小学教书吧 起码要让他会写字 如果你又没那些资质呢 那就当医生 或者是当个相书手 在法庭上写判官写判职的 当医生或当律师 不是书记官 那书记官 当医生当书记官 那也就去当 那也就去乡村里面当这个吧 是 这不行就去种菜 种菜那些都可以养活自己 还有卖补了 卖补就是去卖卦算命 所以对于宋代来说 读书他们是他们最高的理想 他替他子孙想那么多干什么啊 重点是等一下老师 你没有讲到商人啊 你只讲到去算命 然后呢 还有就是宋代的商人 你不能不行的话 冲商吧 而且宋代的读书人的家里面 通常都是商人之家 有点钱啊 读书人花钱 读书花钱 而且又不是生产 科举嘛 你总要有一些 一些产业来支撑你家的生计 所以其实宋代还蛮鼓励 你的男生要学这个 特别是重 特别大家很忘记的 宋代女生虽然 女生宋代宋代开始产足 可是宋代女子教育 确实非常高的 我们来说欧阳修跟范仲淹 他们早年的幼年教育 是谁在教他们 他们妈妈教的 所以宋代 他们的女子的家教方面 是特别好的 特别是读书人的家庭 但是 这个要差一个提出去 其实我刚本来想问的是 读书人跟庶民之间的信仰 有没有不同 可是我突然想要 差一个提出去是 因为现在到女权的问题 我大概比较熟悉的 只有李清照 就是词人就是他 李清照 其实他真的是多才多艺 而且性格刚烈 还敢去打官司 因为他打了一个离婚官司 这个非常有名 等来要被官两年 后来被官了九天 对 可是我的问题点是 宋代的女权 在朱熙的理学道学思想下 我们讲陈怡陈昊 朱熙这一派的人 他们在思考女权的时候 难道不就是女子 饿死是小 诗结是大 这就是陈怡陈昊兄弟们发明的 对女子可否改嫁不行啊 因为饿死是小事啊 是不是 但是诗结是大事啊 对那这种观念在思考 这问题的时候 嗯 为什么相对来讲 他们受的教育又还有一些 呃其实这品源很特别的是 因为我们后来 后来我们这些 我们是后代的读书人 在读这些的时候 我们只接触到一个 陈怡陈昊24小 师姐是大 然后还有朱熙这一派 可是其实宋代的另外一派 也有一些旅学家 他不这么认为 嗯 因为在宋代女生常常改嫁 对 李清 李清照这样就 李清照也改嫁 可是李清照 他嫁的不好 嫁的不好 从今天 而且从今天的研究来说 耶 有一个千古的一个 两个恋爱故事 李清照跟赵明成感情可能也不太好 真的吗 对现在他们两个常常去逛夜市 买金石图画 对 但是在前 结果他们两个不好 那是前期 前期结婚的前期 结婚后 结婚后其实 你看赵明成到到 因为宋代当官 他会到到处去磨刊嘛 要去磨炼他们 当赵明成说你好好管家 然后就出就出门了 李清照想跟去 赵明成不让他跟了 然后最后 最后其实是有一个 赵明成应该是带别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 你这样子侮辱赵明成不行啊 是研究者 他们两个感情应该不错的 感情应该不错 可能有别人更好 好好好 想想想 所以等一下 再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每个爱情都危险啊 那个不要太相信此学家美化的东西 第二个远距离的恋爱 通常也很危险 对 他们两个就是远距离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史学家在看这一段 李清照跟赵明成的时候 都觉得他们两个应该不错才对 你到底说他带了谁啊 因为其实赵明 不是赵明成 李清照其实在现在研究 还有季姐妹师喔 季姐妹师的话 其实换个另外一个姐 现在有的研究会显示 赵明成是有孩子的 李清照没有帮他生 显然的是当时候男生纳妾是很正常 甚至老婆都会帮自己的老公买妾 对 所以其实寄姐妹师的话 大家都以为是李清照寄给 他自己的好姐妹啊 闺蜜们 可是从今天的新的资料来诠释的话 他应该寄给在旁老公身边照顾那些 他老公的一些小妾们 要好好照顾 人生在世啊 好 那我们那我们回到回来这里 回来这里 人生在世 我除了讲这四个字 不知道讲什么了 那可是问题下一个问题是说 所以其实就 世人就是读书人跟一般百姓 他们的信仰会是一样的吗 他们的信仰 其实他日常生活信仰 其实没有差别太多 没有差别太多 对 那都是我们讲说道教吗 其实宋代的宋代的各式宗教 一个读书人他拜佛教 他也拜道教 里面我们看到写这本书 宏迈的爸爸叫洪浩 洪浩家里拜佛祖 拜玄天上帝 然后拜土地公 那跟现在一样啊 跟现在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 那那个故事最特别的是 洪浩家遇到鬼了 遇到鬼之后呢 洪浩还能审问鬼 审问鬼的结果是 到底是谁放这只鬼进来的 神问到最后是 土地公放鬼进来 洪浩 洪浩只是叫鬼去带一句话 是说 我现在你 你这只鬼告诉我 你想吃荤的 你想吃肥鸡 你想喝好酒 我从今以后 我就用这个来拜你 可是 没有第二句话 你下次再敢放鬼进来 我拆了你的土地苗 我请人来 我请另外一个人来当 人 他其实可以影响到 阳间跟阴间 他怎么敢 威胁 土地公伯伯他怎么敢 因为重点是 土地公伯伯放鬼进来 不是啊 他放鬼进来的原因是什么 放鬼进来 他说他是因为洪浩啊 他都拜一些 那是不是地基组 等一下那是不是地基组 概念 虽然我觉得地基组 是台湾比较特殊的 早期的那种土地公伯伯 他早期的概念跟地基组 差不多 所以这本书都叫土地神 管理那个土地的神 当然这是山有 山有管理山的土地神 一般的平民百姓 也有管理你那个辖区的土地神 所以他们的宋代的鬼神观 是比较偏向范神 他比较泛神 但是其实就是他日常生活所见的 中国的鬼神信仰很好玩 一个是物 凡有一物必有 凡有一物必有一个成败 对 例如说像石头公 那些东西 包括而且是有等级的 在周朝的时候 你诸活的话 你只能击败到山川 你要祭天祭地 那个是天子才能做 所以每一个不同的阶级 他有不同祭祀的东西 可是在宋代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 他等于是一个混合 混合式的信仰 所以我们常说 宋代那些民间信仰 到底要怎么来看呢 就有人来说 民间信仰的出现就在于 谁灵不灵验 谁灵验我拜谁 大家会祭祀灵力 灵力比较强的 像里面提到了一个 灵力最强的叫做 那个叫邪神 有邪神就必须是 政府会非常谨慎地面对这些邪神 因为邪神通常会面临到杀人 甚至是肢解人体的这种过程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里面写到叫宋代的杀人忌鬼 他是把人给活生生的肢解 老师我以为战国就是殉葬这个东西 大概到汉代以后 慢慢就就慢慢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他现在变成说 过去是官方这么做 可是现在官方是禁止的 但是民间这么做 因为大家相信 你拿血 人的血食食物的食 血食来祭祀 那样的灵力是最大 那个鲁迅都还写血馒头 是不是 所以他们相信 还有包括人肉小笼包 等等 现在晚上时间不可以继续讲了 好 那基本上这是我们初步来看 读书的一些鬼神观 我们待会来 我们来聊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这本书里面 我们刚前面已经讲到一些了 那么这本书里面有谈到 其实鬼神论 包含笔记小说当中的鬼 那么以及所谓的宋代的算命文化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酒吧兄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吕秋远 那我们今天访问到蔡宗颖 蔡老师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本 叫做宋代读书人 与他们的鬼 那我们刚刚大概前面聊了一些 有关于宋代人可能具备的 从笔记小说里面得出来一些形象 那这本书 其实它在编排里面 一开始谈的 叫做笔记小说中的鬼 那这个笔记小说中的鬼 老师你花了一大段来介绍女鬼 是原因在哪里 其实这边介绍 笔记小说他们都喜欢讲女鬼 对其实有男鬼 但是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介绍女鬼 是因为大家普遍的认为宋代的女性好像太过束缚了 那其实你里面这边介绍女鬼看到情感的自由流动 可以看到这些女鬼都非常的主动 女性甚至是女性非常愿 找出机会跟男生发生的所谓的one night stay 一夜情的这样的故事 是 这些东西 我是说人跟鬼其实没什么差别 在宋代人可能是鬼 因为人在日常生活就白天也会遇到 等一下那是不是他想象的 那个那些世人你知道 就像聊斋一样 但很多是普松林听到的东西 但是 其实当我们看了某些章节的小说 比方想说狐仙报恩 然后或是换头 或者是反正女鬼报恩 但我们有一种说法 各位知道吗 为什么女鬼比较多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那上面这样写的 他说因为台湾的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 女生如果没有结婚或是离婚 不能进家里的神主牌 没错 那不能进嘛 他只有在外面游荡 所以女鬼特别多 反正男生无论如何都进得去 但女生就不是 女生反正就是 他不是香火 对嘛 就不是香火嘛 所以女鬼就特别多 外面四处流窜 这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说 这个性别观念跟女鬼可能有 可是我觉得笔记小说里 他会去谈说 就是专谈女鬼 而且里面老师你看很多香艳情结 对有非常多的香艳的情结 对嘛那是不是这些世子们的想像 世人的想像 其实跟李律师刚才说的 确实女生死了之后 他不能进庙堂 庙堂不能进祖先牌位 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 他有一个危机跟焦虑感 嗯他希望找到男人 那所以他希望找到男人去 就希望嫁给他 所以说里面会提到的是 女人想要结婚 在至少在这个时代 女鬼还是女人 女鬼 女鬼 但是女鬼是身为女人 呃女性的鬼 女性的鬼 好所以女性的鬼 那我们现在讲女性的鬼 我们现在来讨论的是明婚 对明婚 他有明婚吗 其实这些东西呢 本来我里面有写到几句是 他其实是一个明婚的影子 ok 跟男生发生关系 最早 对对对 所以明婚在宋代有没有 明婚在宋代有啊 最早其实在曹 在曹操的那个时代 东汉末年就有了 ok 就有记载了 好所以这位明婚 他的明婚是在路上放红包 让人家去捡吗 明婚通常不是 这里面看 为什么说是明婚的影子呢 因为其实里面看到好多的女性 跟男生发生一些宴好之后呢 发生关系之后 家人有些家没事 跑去打开他们的墓葬 墓葬你看起来 其实原本死去的家人 他其实是可以 肉体是可以还 还扬的 是可以附身的 所以这样 等等 等一下老师 这样的故事好像很理解 老师等一下 他是说他把 去把坟墓打开 发现他栩栩如生 而且但是 因为法事做到一半 所以只有一半的身体是有肉身 一半的身体还是骷髅头 太阴森的故事了 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基本上 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 他们会去记这些东西 他们会去记这些 当然这里面有前因后果 包括画官里面就讲 里面就会讲到一个调皮 调皮的妹妹喜欢打 对大姐不太好 因为大姐是前一个妈妈留下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又扯到家庭关系了 宋代人很多的事情都在家庭关系里面 所以我在说宋代是日常 非常重视日常生活 那回到这边 那这个因为妹妹屡次 破坏了姐姐的好事 在姐姐活着的时候 姐姐没有成功的嫁出去 这是一个遗憾 然后姐姐到阴间成为女鬼之后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书身 想上天都教她怎么样还阳 怎么样复活的法术了 妹妹又坏了她一次好事 又去开了一次她的棺锅 那打开这棺锅之后呢 她的法师没了 所以做了一件事 女鬼做税就来了 她女鬼就付到妹妹身上 她说这个仇我一定要讨 可是要讨的时候 她是跟谁说呢 当时有一个陆时中 今天来说她就是审判的法官 她当时候还像英国人 她是移动法庭 审判法官到了之后 这时候女鬼看到这个法官 而且法官通常还会还是到事 法力还挺高强的 这时候只要跪下来申冤了 这个申冤到最后是法官 她怎么办 她说这件事情是他们自己的书院 我没办法管 到最后当然是姐姐克死的妹妹 女鬼姐姐克死的妹妹 听起来蛮应该的 因为基本上这太过分了 连死都不犯过 没错了 她也不是基于要拯救她姐夫的原因 对不对 她就是纯粹想破坏人家 而且总是不小心破坏到人家 可是如果这个法事成功的话 是那个姐夫被带到阴间去 还是这个女生她就还养了 我看这个故事大概是还养了 那还养会不会是一起在阴间 一起走到阴间 这不一定 这太可怕了 这个如果是真的这样讲 虽然台湾过去 其实也有一个金门的女生还养季 对 那个稍微有点年纪的大概都知道 我记得是朱小姐 是 但是这种所谓的还养 也是借别人的身体去赴 也不是自己突然又回来 这好可怕 这里面的故事借自己的身体 那当然里面有其他是附到 附身之后有得到 她的愿望得到满足了 她当然就离开了 包括她要求做法会 虽然说 为有所归乃不为逆 从左转就这样 就是鬼她有要 她归不见得到回到家 是她有得到她要的东西 是 她就不会做谁 是 她其实这其实也变成 到了台湾的民间信仰 这件事情慢慢 台湾的民间信仰把它变成一个常识 是 所以其实在这边 老师花了一大段的篇幅在介绍 就是宋代女性的这个 她们的自由 就是情感自由流动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看算命 宋代人喜欢算命吗 宋代人爱算命 特别是清明善合图里面 那个瓦子旁边 其实放大看 它就有一些小店 就有一些算命 而且宋代人算命 不只是盘位 里面其实到宋代算命摊 是今天像 她会吆喝的 他吆喝的 时来运转 买妆田娶老婆 大家还是要买妆田娶老婆 等待时来运转 宋代人相信命运 是 所以宋代人对于 算命这件事情来讲 他们是去算什么 是算紫微斗数吗 还是算什么 他们其实有 那个星宫 星座 他们有类似星座 他们有类似星座的东西 因为说是说自己是摩羯啊 稍等欸 宋代人说我是天秤座 有这种事 他说我个性是摩羯 所以比较机车 老是跟人家计较 没有没有没有 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宋代人 到底是算什么 他是算 比如说 刚刚老师你有讲到蝶仙吗 对 那他们有吗 那他们是用蝶子吗 宋代人 宋代人蝶仙 应该是用蝶子 好 但是降神的话 有好多种写法 像笔仙用笔 笔仙我们台湾也有 也有 他们也玩笔仙 不错 其实宋代的跳 其实今天台湾的跳中馈 很多人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大部分真的是从南方 宋代的从南方发展而来 对但是他们在算 当然我们刚讲星座那是开玩笑 那十二星座 那个应该不是宋代在玩的 但是他们是看 他们会看紫威斗树 紫威应该会看 这个东西要再看一下 资料怎么说 那他们在算的时候 他们在算命的时候 求的是一个 对未来的想象 还是他希望能够改运 我们说算命是因为人最麻烦的是 宗教解决的是人的不确定感跟忧虑感 算命其实如果你没有任何疑问的话 你为什么就不会去算命 对啊 所以 福烧香 福予以决疑 对 他去解决他心中的疑问 里面提到好多读书人的故事是 他要去考试 他一定要去 还还还要去那边算命说 他到底能不能考上 他这去去能不能有结果 里面的故事是 连骰了三次 拔杯拔了三次 没杯啊 他们有拔杯啊 他有拔杯啊 全部都拔杯啊 老师拔杯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拔杯其实应该蛮早的 蛮早的 比宋代还早 应该是比宋代还早 我猜测了 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maybe在战国之后 就有 这个要去看更详细的资料 好 可是这样的拔杯 拔杯这样的东西呢 他非常相信 他看到 神明都说他没望 他真的是没望 那就不去考了 幸好他有好朋友 一群人去考试 就强拉着他一起去 强拉着他去考试 那后来神明晚上的 神明晚上到他梦里面了 到梦里面的时候 刚刚是我出去喝酒 是我老婆用的 我就知道 对 我老婆 他不会管事 所以都说 你回答yes or no 谁的老婆 他拜哪一个 他拜谁 他没说他拜谁 神来了 而且这个神 他一定要说 家这个村庄都灵验的神 对 土地公吗 其实今天来说 我会说他是土地神 就是类似土地公的角色 那结果是他说 我去喝了酒 喝了酒 喝了酒物事 所以说 你赶快去重算一次 我这次 我来帮你做主 然后结果他做了一件事 摘戒沐浴 就今天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后 再去找 再去找那个神 连三次 三次都说他会烤伤 不真的 这个有道理的 我之前我也劝过我的客户 他是说他先生有外遇 然后我就说 我听了他的描述 我认为没有 他说有啊 我去我们家附近那个庙拨杯啊 我拨了十次都说有啊 那我就跟他说 可是我觉得没有啊 好我相信 我觉得这个 不好说欸 那这样好了 你去那个行天宫 你去拨杯 你要那个 就是早上去 就是 诚心的去问 诚心诚意 行天宫也跟你讲有 我帮你告你先生 好不好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要安心啊 好 我就是赌一把 然后真的赌对了 行天宫说你先生没有外遇 然后就很开心 然后就问我 他说律师 有没有这样想 我跟你讲 因为神明 下午的时候 有时候要出去办事 有时候再打瞌睡 有时候会昏昏沉沉 对他不一定会 听你讲 那但我是胡说八道 可是你知道 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会用 你说这个东西不是科学 他就是会觉得不对啊 你跟我这样讲 我听不下去啊 他就是需要你用宗教的东西 去对他宗教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就是这样讲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 其实里面的宗 宗教是 宗教是人的救赎 从近代 其实人不太相信宗教 也是这一百年以来的事情 实在是没有很久 宗教有效的解决 我为什么而来 我接着要做什么 问神 神会告诉你 神告诉你之后 你就相信 你相信这些神 其实你没有疑问之后 你做事情会更有效率一点 好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回来继续聊 欢迎回到98新闻台旅秋远时间 我是旅秋远 我们今天邀请到宋宗颖 宋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宋代读书了 与他们的鬼 这本书由时报出版社出版 那我们刚刚大概聊了非常多的一些相关议题了 最后我想请问老师 好请问 你觉得我们现在台湾人的习俗或者鬼神观里面 有哪些是从宋代这边开始就已经有发源 或者有做一些改善调整的 其实我们台湾人的鬼神观 不管我们前前提到的明昏的这个观念 包括为什么祭祀要男性祭祀 因为男生的男生其实是整个祖先血脉最重要的 那也是可以提到的女性 女性的话你只要是没有结婚而死 或者是或者意外的死亡 你没办法进到别人的家庙堂的话 往往你都必须要透过明昏的方式 或者是你要把你的骨灰寄在佛寺里面 这样的观念其实在台湾还是有 包括的是到底为什么台湾人说你运势不断的不好 或者家中接二连三有人死掉的时候 你问风水师 风水师都告诉你 你要去看你的祖坟 这些观念大概宋代的时候就强调的是 人跟他自己的祖先是属于共同体 如果他过得不好 他会让你知道他过得不好 可是他没办法发生 他没办法发生 是让你过得不好 对 没错 我觉得祖先才不会这样 祖先他们都希望子孙好 自己过得不好也要子孙好 不是这样吗 其实原本我也一直觉得 怎么会有祖先来害自己的子孙 是吗 对啊 可是如果从父子通气的话 我过得不好 我怎么让你知道 让你死一两个 对 这就是我觉得最离谱的地方 我也遇过那种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一房的出了什么问题 原因是其他房的倒房 然后那个倒房的就说 你要把这个什么过季到我这边来 这事情就解决了 对 奇怪了 你这是残害自己的同胞 你怎么自己人杀自己人呢 是不是 他这样自己人杀自己人的时候 其实我也这样看 还是要回到仪式的本身 是 其实人死后 人跟生者的连结很强烈 然后所以就是提到了 其实第二个观点 观点是人跟子 人跟祖先是互惠的 好 你对我好我都对你好 那有些时候我们也很难想象 如果自己的父母亲 父母亲成为祖先之后 祖先来辟应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要害你呢 因为祖先其实他有一种程度是 他也可以有的时候会变成 跟鬼没什么两样 人 这跟墨家的鬼神观有点关系 就是兼爱非公明鬼 明鬼里面就是 就是我们讲说 谈到墨家的鬼的观点 因为儒家他就进鬼神而远之 他就存而不论 那墨家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他这种民间信仰 有点类似那种观念就是 鬼要对我有利 这是一个利益论 对我要有利我才怕他 我才信他 对鬼对我如果不利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 我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件事 但我之所以拜鬼 是因为鬼神对我是有帮助 是有帮助 而且他有灵验 其实这个说法 其实就变成台湾的一些民间信仰 包括台南的陈姑娘庙 或者是临头姐之类的 早期他们都是会作祟 对就是他会害别人 或者造成地方会有一些瘟疫 那怎么样解决 第一个就是帮他盖庙 盖庙让他有一个归属 是还是回到那个鬼有所归乃不为例 那很多在研究台湾早期要嘛 就说这男女比例不平衡 那台湾那时候充满暴力之气 因为都在泄斗 可是其实回归到最根本来说 把他变成从鬼变成祖先变神 国家在里面发挥的那个角色 其实很重要 因为国家会有制度会控制庙 因为说控制好像管理好了 会管理庙宇 就是我们进庙门看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那个匾额 因为匾额通常都会写 可能皇帝有册封 皇帝册封你 皇帝赐给你这个额 这个匾额的话 就代表你是正庙 其实正庙跟音庙不是他埋的什么 你就算里面是埋的是鬼 可是你只要经过政府的册封 你仍然是有你的你的那个神 鬼格会变成神 这是其实宗教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最明显就是我们的官圣帝君 没错 人是可以变成鬼 从宋朝开始地位一路往上攀升 然后从可能从公变成王变成帝 他的过程其实就是官方不断的往上推 包括是我们今天说里面有提到的妈祖 妈祖早期其实被当成是莆田的鬼 嗯 只是后来呢 在宋代至少到宋徽宗的时候 封了十三次 才今天变成今天的圣妃 是 对然后后代后代的朝代元代继续 继续甲封 嗯 天后 对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累进的过程 是 好的 我们今天谈了非常多的宋代的故事 那么希望各位会喜欢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我们蔡老师花了非常多时间 在里面整理出的笔记小说 以及宋代独生当时的想法 希望各位会喜欢 今天也谢谢蔡老师来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好谢谢各位 那我们下周见 拜拜